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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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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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哥 你忘了 风红白骨沙 自然没忘 不过我们一路跑来 不见一人 胡掌柜 此时此刻 一定却在血红林中 好 高大哥 你没事吧 我 博古子 你脸上 血 博古子 你该不会是中了 风红白骨沙吧 博古子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你若是死了 我可怎么办啊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少言语 等一下 你们先不必惊慌 我身上畏惧不适 应是刚刚突然狂风大作 血水随风而来 林子还没进 就新来一阵兴风血雨 这血灰灵 果真名无虚传 见血如见尸 你们说里面死的 不会是胡掌柜吧 既有血风 便有肉雨 只是 这血腥气寡淡 并不比人险 最怕的是 虽然腥气寡淡 却杀起剑农啊 包公子 咱们这个 光棍不吃眼前亏 还是赶紧跑吧 还是赶紧跑吧 这 这 这血子胡拉的是什么呀 此尿身形似恶 看样子 应是刚被蚕食不久 早去听闻 恶生性凶猛 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包大哥 你说 那阵血雨 会不会就是由他而生啊 极有可能 吃鸟类白 不如一恶 惊心惨漠的背后 必是大有文章 要我猜 这说不定啊 就是魅丹方所为 听说木野之战前 周五王曾与群智飞鸣 因此 他欲捕此战 将会血流尘海 湿姬如山 眼前这恶 十有八九 也是不祥之兆啊 真的 别的不说 你妖言惑众的本事 倒是得了狐咧咧的真传 唉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当务至今 还是要尽快找到胡掌柜 否则 救我 护掌柜 六王 救我 护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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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何事 救我 救我 他身体虚弱 要请贵送回客栈 但愿迷连香还未开燃 来 快点 贵掌柜 来 胖子 我们先回房了啊 好 回来了 为何受不吐香改吹销了 这是上官将军想的法子 如此一来 燃香之人便无间可似 一旦凶手杀心已决 岂是一只竹枭能困得住的 你说 胡掌柜是血魂林之案的凶手 还是寄信仁的下一个目标